未来军孤 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 今日是我舅父的继承 老王妃慎言 陛下 儒阳王妃来了 宣 是 宣 儒阳王妃 宣 叔母 来人哪 开心 今日 霍侯继尘 老身知陛下定设家宴 故不请自来 这是 子盛心腹吧 老身倒要问问你 是如何将我家玉昌 逼到三才冠清修的 我与绍商的轻事 是陛下亲自下旨 双亲同意 老王妃现在说这些 又是何意 双亲同意 陈氏 你为何不去拜见 承阳侯夫人 家父家母已经决婚了 少商不必去拜见淳于氏 淳于氏 是他未来的军孤 未来军孤 你是当我母亲已经过世了吗 今日是我舅父的继承 老王妃甚也 老身 说错话了吗 长辈终究是长辈 承氏 为何不去拜见 少商还未拜见过我阿母 为何要去拜见淳于氏 他配吗 你舍弃我家玉昌 处处袒护承氏 玉妃致 书母 这是我的位置 还请书母让一让 你不是不来吗 平时也不参加家宴的 我想念书母了 听说叔母来了 我就想着叔母身边 应该有一个能说提起话的人 这不就急急地赶过来了 来人哪 给汝阳王妃赐座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到底是你的长辈 若真要论长辈 父母更是陛下的长辈 不如坐到陛下的座位上如何 我迟到片刻 你们又惹事吧 你若再惹事 我定让陛下收回你所有的实义和奴婢 我看你无权无权 日后如何指高其扬 母妃 三妹也知错了 找啰嗦 你若再护着她 回头我就向女娲娘娘助导 让你也生一个 如你三妹这般蠢笨的女娘 母妃教训得甚是 之前三妹犯错 父皇已罚过几次了 母妃就别责怪她了 我奉劝楚妃 还是先管好你自己的义母三分田 等日后真当了皇后 母仪天下时 再来教我如何行事也不迟 不过你放心 我定会走得早些 不让你费这个泪 哭什么哭 母妃此言折杀而沉了 哭什么哭 即胜 岳恒 岳恒 你的嘴也太厉害了吧 你看你把孩儿们吓成怎样 皇家子女 该有的气派还是要有的 不要把孩儿们管束得如此木讷 皇家子女 那更是陛下的儿女 为父母 生他们 养他们 不求他们体贴 别孝顺 只求他们不要行精浪荡 坏了父母的颜面 叔母 为父母的这点要求 算是高了吗 也是 你家孙女 就从不顾及父母的颜面 成日又哭又闹地恨家 如今都把自己折腾到三才罐去了 你 你便是十一郎的心腹吗 头抬起来 怎么这般小家子气 是吃不饱吗 母妃好眼光 这成娘子呀 小五 你怎么还是这副鬼样子 你那眼底乌漆漠黑的 是昨夜又和你那些幕僚彻夜长谈了吗 就你这副样子 怎么嫁进我们月室 怕是婚姻时的团扇都遮不住你吧 日后夜里还是多独处些 养养身 养养身懂吗 不说告退就自行走了 果然是没归之教言 罢了 陈清前 还是让他多自在几日吧 我这人就是这个 心肠太软了 好 素来 又爱纵容孩儿 你怎么独死刻薄 教育子女而已 叔母为何要这般说我 是 叔母一直都不怎么喜欢我 只喜欢陛下 也不诚实 陛下幼时 叔母也是不喜的 后来陛下年少能干 渐渐镇下家财名望 叔母才开始疼爱甚少 后来陛下登基称帝 叔母对陛下的疼爱 那更是无以复加了 毕衡 你这是何意 你是挑拨我和陛下的亲情吗 驸马公主们 并非拿你们当外人 要说长辈故事吗 你们果真要接着往下听吗 有什么话你就说 当年长公主身怀六甲虚弱难当 叔母不肯借钱买肉买补养 冰天雪地 陛下只能只身入山行恋 只盼能裂货些皮毛肉食给长子 待陛下被霍冲兄长追回事 已冻得浑身亲子 后来是霍冲兄长出钱出人 养好了长公主的身影 和陛下的伤害 只可惜好人不偿命 我 我 我哪儿舍不得借钱了 当年你叔父几个数月未归 我不得留下点积蓄吗 再说了老申 老申也不知道陛下要进山呀 子慎 你舅父死得早 你们祸事全足 就剩下你这一点血脉了 我和陛下 都盼着你能早日澄清身子 好为你舅父全足 供奉点香火 免得让他们在九泉之下 无人祭拜 成了孤魂野鬼 至于 有人要挑剔你心腹 那都是放屁 是 是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还不快起来 你们要压死我吗 挑什么呢 这般出神 不许多人 见过太子妃 可都准备好了 我在帮季通阿子 将贡品摆放妥当 一会儿一起祭拜 你在长丘宫陵 自然要帮母后辛苦些 对了 我来送祭司用到的香丸 放在何处 给我收下别好 火折子我也一起收下了 你方才 为何对着霍将军的画像出身 我是觉得霍将军 与子慎 到时有几分相像 都说外申消救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愧你与子慎情深 一眼便瞧出来了 哪有太子带太子妃好啊 我听闻朝中大臣 都奏请太子殿下令取侧妃 太子殿下都不曾允许 皇兄不答应 并非一与楚妃感情好 全因曾经沧海故人难忘 楚妃 我说得可对啊 三公主 此处还未布置妥帖 还请三公主一步偏殿休息 我是特意来寻楚妃说说话的 今日在席上 楚妃不是与我母妃挺多话说的吗 如今怎么不说话了 楚妃性子如此沉闷 还穿得如此寒酸 如何能令皇兄心仪呢 三妹还是莫要取笑我了 我忘了 母后要求缩减宫中开支 楚妃母族不过普通农户 缩减用度后恐怕捉襟见肘了吧 能支撑东宫这么久 确实为难你了 这祝岛用的香丸价值不菲 之前我还怕楚妃凑不起银钱买呢 耽误霍将军祭祀 但是 以我皇兄对楚妃的厌恶 怕是不会为你辩解 不打扰你们互相可怜吗 我呀 三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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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我 你快起来你们要压死我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三公主 你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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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主 可曾伤着 少假惊心 承上伤 给我 是到手是你 三公主 三公主素来瞧不起我 她对我冷嘲热讽惯了 我也早已习惯 你方才不该为了我与她起冲突的 怕什么 我就是觉得她好笑 明明是三公主 非要上一个报复伤谷似的 这么爱炫耀 当年圣上四处征战 岳飞随军 三公主自小寄养在小月侯家中 小月侯夫人出身伤谷 那些商户女娘 素日最爱攀比衣裳首饰 所以也养成她娇奢的性子 身上处处提倡节俭 她还穿得这么画质招展 也不知道何来的因件 她跟着小月侯自然就有生前的法子 不似我这般 娘家也靠不住 你既得罪了她 从今日起见着她可要避着些 她性子乖张 牙字必报 我也性子乖张 我也牙字必报 日后 就看谁报得过谁吧 太子妃 刚才她说的沧海故人 是谁啊 事情都已过去了 不提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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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即时救下故城 朕 当真是有亏于你啊 直到如今 死人已逝 也就不得为骗了 凡我文氏子孙 日后 要牢记今日之荣耀 是霍氏 建议我们的 我现在是霍氏 如果我所遭殃 骂豹 你也会有陰热 你也会有太多 你怎么会有 有并老是 你是白云 这都不想想想 我爱你 你不想想想想想想想 为霍氏家族上香祭奠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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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祐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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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脖子上还带着什么玩意儿